欢迎来到GQ第八节年度人物盛典 这个我们会做这辆奥迪A8L 然后去到红毯 这是第一次来这个GQ的活动吧 对第一次 今天什么感受 就什么想法 就很期待今天晚上的活动 就今天这一身造型有没有 就是有什么能解释一下这身造型 或者说就是你觉得怎么样 今天特地选了一身全黑的西服 然后因为是GQ的活动 所以就是把自己特意打扮的 比较像大男人一点 对你因为刚刚过了17岁生日 你对成熟的定义是什么 成熟的定义 就是非常的自我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在红毯上表情摔倒了 然后或者说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处理 或者说有预想过怎么处理吗 摔倒的话就站起来继续走 还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人 就是一直在偷笑 然后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笑 你会有什么内心想法 或者说会怎么处理 我就直接问他 我说你笑什么呢 这么直接吗 过去的一年用三个词 或者说一句话总结一下过去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就是平稳 然后 理想化 然后成长 那你会对于未来的一年 因为未来一年你也是将年满18岁了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或者说有什么地方是想突破自己的吗 突破自己 我其实希望明年能 各方面都能稳定 然后按自己想象中的步伐去走 你会怎么定义 或者说在你想象中一个成熟的男人 是什么样子的 想象中 成熟的男人 就比较像我爸那样的 诶 能描述一下吗 我爸就是 我爸就是 就是说话声音特别低沉 然后说话声音特别慢 但是有什么他能 做上的事情 他一定会去 就是出面去做 然后 就是感觉说话 做事都特别有力